这个视频只要介绍新功能 新出的功能是PC缓存的功能 我们会在这儿增加了一个可选项 你正常使用的时候的界面是这样的 比如说两个通道 这边是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红色棕红色的区域是整个的缓冲区 然后白色的我先暂停一下 白色的这个区域你可以挪动 在缓冲区里头浏览 那白色的这个框就是整个屏幕的区域 所以你也可以用滚轮来放大 缩小移动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再看细节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是之前就有的功能 那这个是重塑一下这个概念 这是整个缓冲区域 这是屏幕 一个屏幕的所占的位置和比例 然后你的屏幕是跟你的档位相关的 比如说一毫秒 它这边就是一横根一毫秒 当然你滚动了以后 它这边就变化 你用滚轮滚动 它就是细条 这个档位是粗条 好那PC缓冲缓存的概念是这样 你这个是新功能 你把这个打开 当然刚才王说了 你可以把它隐藏掉 当你打开的时候 这边有这个PC catch 然后你点开以后 默认是10帧 10个缓冲区的缓存 那你把它暂停掉 这边有10个缓存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一次你采集一个缓存区 然后下一个缓存区会覆盖掉 那你就看不到上一个了 当然你更看不到上上个 那这边是你可以往前看10次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浏览 这是第三次缓冲的 第三针的 这是第五针的 那你选中了哪个 它就会变成组公司跟它一样 你选中的这个就是在这边看 你可以移动 你选中你现在看历史记录的哪个缓存 第八次的缓存 然后你在这边这个缓存 你可以在里面浏览 放在整个屏幕上 当然你可以滚动 像刚才说的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也可以最多设500次缓存 我看 在高级里面 这边默认是10次 比如说我设189次 我设定就OK了 然后这边开始 它就会一直缓存 一直缓存 缓存到200多 然后缓存完了以后 它到了极限了以后 它就是像FIFO一样 先进先出 就是新的来了 会顶掉最早的那个 再来一个新的 再顶掉最早的那个 一直保存着缓存 你设定的帧数 你看现在都缓存到100多帧了 好 把它暂停 比如说想看113帧 我想看第10帧的缓存 把它拉过来 拉多了 第10帧 这个 那这个当前就是第10帧的 当然我可以鼠标左右移动 我可以用放大缩小 这是你要关掉 就点这个就好了 这是它整个的PC缓存 那这个的意义和价值是说 你没有做 因为我们之前有录制的功能 录文件的功能 这个不是录文件的功能 就是你没有 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录文件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你再观察一个波形 然后突然发现 它有什么异常或是什么 但是它已经闪过去了 这时候你如果缓存够大 你就点暂停 你就可以往回找 往回找到底是哪屏出的问题 这个缓存出的问题 然后这个缓存的这个部分 这个意思 然后如果你用逻辑分析仪 你带逻辑分析仪的模块 它也可以 我一会儿演示一下 逻辑分析仪 带逻辑分析仪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工作的 我现在把逻辑分析仪 B通道上放了逻辑分析某块 A通道还是模拟通道 然后这是六个通道的逻辑分析 然后如果我开了缓存 它是不记录B的 因为B通道 现在模拟通道相当是关了 这边看不出来 这里面看不出来 逻辑分析仪的搜据图 然后比如说你已经记录了 五十多帧了 录制了五十多帧了 然后比如说把它停掉 停掉以后 这会有点挡 你看这个会把我原来的A通道挡住 当然你不看A通道 都无所谓了 比如说现在我看第七十二帧的 第六十八帧的 当然我也可以锁放移动 对吧 一帧里头可以 根据你的档位不同 它可以涵盖很多屏幕的图像 当然你可以这样 鼠标移动 然后你看其他的帧的 第三十一帧 这是第三十一帧的波形 你也可以 比如说为了方便 我可以把逻辑分析捡几个通道 我只看三个通道 这样就都可以看到 这样它可以边缓存 然后你边看 对吧 第二是二是缓存的 需要注意的是你在缓存的时候 它只 因为它记忆的能力还是比较简单 它只能当前的设置 比如说我换档位了 我现在一号面我打到零点 它又从头开始缓存了 重新缓存 我又换了一下 它又重新缓存 它没有办法再缓存到一半 你改了设置 它继续按照你新的设置去缓存 因为当你去找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当时是哪个档位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红楼下方的 既然是红楼下方的 红楼下方的